好 接下来再看看我们整理这起重大事故 其他的综合报道 歌词路过人间网红韩德凯文森 人间走一回却在这起408次太鲁阁号事故 混沌异乡年轻生命假认而止 他是来投稿我们台东县政府有一个活动 是来去驻台东 那他是征选 4月2号搭上408次列车要前往台东宣传行销 原来他参加行销大使征选进入候补名单 因为前一位网红时间无法配合由他递补 预计4月2号到13号要到台东展开围棋12天的观光体验行程 说好可以任选交通工具还有班次 但他没选择开车或搭飞机 而是搭上这408车次太鲁阁号 千选万选却选上了死亡列车 一连串的巧合让他再也回不来 4月2号在他指定的时间没有等到这位网红 等候多时没有 所以我们就持续的联络 但却没有联络不上 与县府接待人员约好虎车站相见 却迟迟不见身影 家属透过同学的对话确定儿子就在这半列车上 从高雄赶往花莲经过DNA比对 确认他是第49位罹难者 出发前一天在Instagram上写下这段话 没关系明天我们就真的离开都市里 走一趟可遇不可求的旅程 命运捉弄这位阳光男孩遇到了死结命丧他乡 我的儿子才几岁你们看到了吗 才几岁 他正在起步如日中天 然后就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样我们家属怎么接受 吴祥辰妈妈痛心喊话无法接受 年轻儿子还来不及发光就离开人世 鼻酸心疼之际跟让人大叹 事件无常 记者综合报道 拿着麦克风深情演唱 拥有甜美歌喉的她是 府人大学音乐系大四学生曾允爱 即将毕业却不幸搭上 泰鲁哥号死亡列车罹难 妈妈悲痛心碎 我觉得她还好 我们联络不到的时候就知道 校方第一时间得知消息更是不舍 唯一能做的就是替允爱完成生前最后心愿 拿到毕业证书 并由桃源市长郑文灿和新北市长侯友宜 到灵堂慰问时亲手送给她 学校透露曾允爱在音乐系主修钢琴 原本预计下个月20号就要毕业公演 李富汉海报拍摄都已经准备好了 没想到廉价到花莲找朋友 却发生憾事 她是很认真然后很相信 常常会关心大家 这个证书是当天下午就做出来了 我没有想到她的妈妈 心中希望的也是这件事情 如今公演主角永远缺席 只希望这张毕业证书 能让热爱音乐的她到另一个世界 继续当个音乐天使 记者综合报道